除夕一早 彰化天尾的花店 就开始忙碌招呼 因为客人络绎不绝 大家都想在过年的时候 买鲜花放家里蓬币 深辉讨个好兆头 花店老板说 过年大家最爱买的 就是香水百合 银柳和兰花 除此之外 兔年新年 黄色鲜花也一君吐起 可能兔年黄色的 会可能会比较招财 所以一些客人 他们都有特别说 我想要黄色的百合花 我特别要闻心来 银柳则是多年长盛菌 因为银柳 它就是主要是因为可以干燥 所以我都跟客人讲说 你回去不要放水 最少都可以放一年 然后一年之后 你再来换一把新的 就是有除旧不新的感觉这样 因为去年天气冷得比较晚 所以部分花架 涨了三成左右 百合来讲 因为主要是因为气候的 那个异常 然后还有加上之前疫情的影响 所以会影响到它的强量 花架些微涨幅 但有花店逆向操作 除夕这天来买 可以打折 因为除夕在这边 所以说比较有打折 所以说捡便宜这样子 挑除夕来买 是不是需要抢便宜啊 对啊 老板说主要是因为除夕后 就要放年假了 鲜花不能同货 所以才打折出青 民众也趁势抢便宜 华市新闻 说明尚夜市中一张华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市新闻的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优优独播剧场